接下来内心要有一点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就是基本的东西 用这些来讲 叫做青春是不耐久长的东西 我们这个青春的时间非常的短促 想当初1999年会学院特别的礼遇 招呼我也在南普陀 简单的跟大家交流 1999年到现在2019 你看速度有多快 二十一年了 二十年到二十一年 就恍如昨日 恍如昨日 像当初我才四十多岁而已 现在一扎眼 快接近七十岁的老翁 哎呀速度真是快啊 所以你看到一晃之间就二十年 这么快 所以啊 青春啊 是不耐久长的东西 我们呢 来到南普陀 不但 懂得牺牲奉献 还有一点要开自信的智慧 佛陀 佛陀 佛陀告诉我们 在阿含经的总纲 就是一 要观照五常 观照五常 观照五常 二 不敬 我们的色身 不清净 三 是苦的 我们有这个色身 就一定逃不了 生老病死 所以不净 苦 空 无常 无我 万法 本不可得 这空指的是空无自信 这个稍微对初学佛法来讲 难了一点 大家讲空 但不了解空意的思想是什么 这个法师们呢 就比较清楚 还有一些老参的居士 当然也了解空意的思想是什么 空不是断灭的 说有不对 说无也是不对 他讲的是空无自信 这个稍微有一点层次的 所以整个阿含经的重点 讲的是不净 苦 空 无常 也无我 好了 我们稍微认识一下生命的本质 就是撒纳 变化的本质 如果你念过物理学 或者念过化学 我相信在这里呀 不乏高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摄生是由细胞 构成的 而细胞 它是由新陈代谢 扩大到整个身体 如果我们用显微性观照一下 这个摄生 算是一部化学工厂 由最细胞 由最维系的细胞 生生 灭灭 增增 简 简 慢慢的我们的冷静一下 佛法 除了做义工以外 还要冷静的 认识自己 批评片很容易 认识自己 很困难 因为批评别人 往外看 相互自我 要往内观 叫做皮普森 往内观 往内观 不容易 要有 想要自我提升的人 会往内观 但是我们一般 一生一世 都是用眼睛 耳朵取静 因此 我们的一生一世 就是一直想改变别人 让别人来符合我的角度 而不是用一个等如虚空的心 去包容不同意见的 因此 冲突就每天 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时刻 老公想改变老婆 老婆也想改变老公 两个朋友 可以因为一句话 二十年不念旧情 一刀斩断 主 为什么 众生只有八个字 八个字 一辈子都要过烦恼的日子 我知 我见 我像 我慢 他过的日子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修行分三个层面 这讲起来 我们就只讲简单 第一个层面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突不破 六根 不要去攀岩六成 岩而鼻舌生意 不要去攀岩舌生香味触法 第一关都很难 第二关 梦境做得了主 也就是说 我们 还有 更第二层的维系 叫做 我法二子 意思是说 当我们 醒过来的时候 人生观 宇宙观 我知我见 我像我慢 充斥着整个 醒 醒的时候 等到我们 晚上 关闭了 眼而鼻舌生意 这六四 关起来的时候 那 深层意识 就像贼一样的 在你睡梦当中浮动 浮现出来 而那个浮现出来 就是内心深层的影子 叫做 我执 法执 当然还有更高一层的空执 第二 没有一个人 晚上 睡梦的时候 能自己做得了主 这第二层 叫做 梦境里面 就可以 关照到 那个深层的 我执 深层的 法执 那个有多难 这是才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叫做 阿赖也事 或者叫做 阿陀纳事 叫做 直辞事 阿 能常 所常 我爱直常 这个 叫做 最维系的波动 换句话说 每一个细胞 都离不开 跟第八意识 都是息息相关 而这个第八意识 从禅宗里面来讲 要脱离这个第八意识 这个执着 那个内心 深处的空子 就像这个皮肤 要脱离 这个肉体 把它扒开来 那个 阿陀纳事 或者叫做 阿赖也事 能常 所常 我爱直常 那个 维系道 要到 大菩萨 等觉 大菩萨 才有办法 断了 义俗事 也就是说 才没有办法 让他轮回 这样 当然讲的 还有 义俗事 阿陀纳事 这个 就稍微深了一点 就金刚到后 义俗空 那么今天 我们的义工 就说 告诉大家 修行 不是一件 那么简单的 一件事情 但是 如果 唯佛的弟子 除了我们 努力工作 作为牺牲奉献 如果我们 对道理不懂 那么 我们就 变成个盲目 很容易 就起情绪变化 跟人家 起冲突 问题 还说 自己是对的 我举个例子 就比较简单 我们文章讲堂 打个佛气 这个老奶奶啊 坐着 坐着 这个法师啊 用这个香板 轻轻地碰她 她背部一下 她就 发火了 我坐得这么端正 为什么要打我 有点夸大其词 你知道吗 火一烧起来 就法师嘛 香板就轻轻地 点一下 用香板 这个奶奶不得了 从我们的七楼 升级到我们的101 台北101稍微大了一点 我们这101办公室 稍微小了一点 灰气啊 一天打十几通电话来 开骂 二十几年了 现在没有来了 可以讲她一点坏话 没关系 你看了 二十几年了 修行啊 经不起一句话的触动 一句话 一个轻轻的动作 你就知道啊 做义工容易啊 降服自我 很难 很难的 所以我们一般啊 做义工啊 大部分 就是来结一个善缘 要怎么样能够成佛呢 我们很不容易 这辈子能够清净三宝 那个 要降服自我 批评 毁谤别人很容易的 认识自己很难 所以 我们今天呢 有这个善的因缘 我举这个例子 就说 我们可以在 道场里面 发心 五年 十年 乃至二十年 但是都经不起人家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不礼貌的举动 或者是说 人家切实也没有那种心 但是因为内心啊 可能常识之间啊 营养没有调好 脑筋里面反应不过来 可是有一点重度忧郁 反应的力度太大了 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奶奶啊 你看 在讲堂几十年啊 就很困难去突破 内心深处那种 我执 我见 我像 我慢 何况 法师 相反也没有对不起 他什么礼貌 就轻轻点一下而已 好了 所以 我们刚刚讲的 青春 是不耐久藏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 你很快 我们刚讲的 九九年 到现在 二十年 二十一了 这样 恍如隔日 速度就是这么快 所以我们也知道 青春 不耐久藏的东西 所以你一下子就知道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一下子就过了 我讲这句话的重点 就是你要珍惜 当下 要珍惜 今天 要珍惜你的青春 请不吝点赞